每日一题每日一次节目 或者说一般的常识就说认为是四种书题 那就真草立传 就是楷书草书历书和传书 实际上在这四种书题当中 涵盖着很多的过渡性的书题 或者说还有其他的一种独立称章的一种书题 比如说新书 现在人民有习惯的称为叫真草立传行 你听来这个好像是已经很完整了 实际上在过去分这四大类的时候 已经包括新书了 因为在晋唐时期就把新书列在草书这个范围当中 就是比柴书写的要快等等 更简洁更方便的 就一般的叫做草书了 所以行书和草书本来就是一类 后来又把它区分开来 草体专门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符号文字 所以把行书又说成是楷书的快写 出了一个行书 那么在传书当中又包括大传和小传 小传也是一种书题 大传又是一种书题 所以说单说真草立传 传当中包括两种 而现在人民有习惯的 把这个秦代以前的这种文字书题 统称为传书 其实当中包括了青铜文字 阴虚文字 大传小传 包括了这个中顶 包括了甲骨文 后来我们发现的是甲骨文 这些东西也现在被列为 这个传书这个范围当中 这单说是传书 那么在历书当中 也分出来什么这个历书 大分 包括这个什么这个播书 这个这个主播的播书 这些东西也都概括在里面 也是汉捲之类的东西 这都算历书范围的 那么这个到了这个楷书阶段 又分为这个魏碑和这个唐楷 这么两个过程 原来指的楷书呢 就指的晋唐时期 汉末以后留下的这种楷书字体 到后来又把魏碑 就列入到这里边 有时候魏碑你独立的 就是什么书体 魏碑不写楷书 但是呢 到了搞什么证书展的时候 就把魏碑也列入在楷书当中 这个关于新书和草书 草书分什么狂草 大草 小草等等 在新书阶段当中呢 又分成行踩 行草等等 这个就是若干若干这种书体 实际上 我觉得还是原来说的准 就是真草立传 四大书体 这四大书体当中 涵盖的内容 可以一点点加以分析 应该是这四大类 我常听这个书法界的朋友提起这个行踩 这个行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书体呢 对了 今天咱们就关心踩问题呢 多说两句啊 这个行踩啊 也有两种说法不同 一种叫凯行 一种叫行踩 严格的讲 这个行踩不算是一种书体 它算是一种从凯书到行书的一种过渡性的书体 所以过渡性 就是它是在半路上的 不是一个终点 这样大家会听得明白 就是说我们凯书呢 是一个是终点 行书是一个阶段 草书又是一个终点 但是呢 在这个过渡性当中 也就从凯到行 还有两个过程 这么个过渡阶段 就是说 以凯书为主 这里边有行书的比翼 基本是凯书的轮廓 这叫做凯行 不过 以行书的比翼为主 加大一些凯书的结构 这应该叫做行凯 那么到行草阶段 也有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就单谈这个行凯 本来是应该这样区分的 凯行 行凯 那么按照次序说 凯书 凯行 行凯 行书 应该是这样 可是太麻烦了 于是呢 今人们就习惯于 就说从凯到行的 这个中间过渡性书体 就叫行凯 那么这当中也有些深所 所以呢 凯行这种书体也好 行凯这种书体也好 就统称为叫行凯 实际上它 是非常令人可爱的一种书体 但我们所说这个书体 是一个过渡性的书体 严格的讲 它不能称其为是一种书体 文物方暂时就说它叫行凯 它为什么可爱呢 就是它感觉非常的严肃 又非常的活泼 凯书呢 基本以庄重为主 在庄重当中表现这种活泼 这是凯书的难度 那么行书呢 以活泼为主 以庄重为辅 只要大家能认懂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兴书的要素 新凯子不然 必须要保持凯书的庄重 又要夹杂以兴书的那种活泼 那种灵度 因此呢 就只能看完之后 感觉特别的清新运 嗯 那田老师 您能不能给我们的网友示范一下呢 好的 那么我们边讲呢 呃 边这个写几个字样子 看一看 但我写军不好 大家知道一下 什么叫行凯 我在写之前 还要啰嗦两句 就是当今啊 写行凯的人 越来越少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写好行凯 实际上它必须首先有凯书 非常好的基本功 同时行书还得好 并不是说先练完凯书 再练凯行 再练行凯 再练行书 不是这样的阶段 是先练完凯书之后去学习行书 凯书行书二者都有水平以后 才能把中间的行凯或者凯行这个部分完成好 所以写好行凯 实际上很难 因此现代人们写行凯的人很少 那么我们就试着写几个字 来大家看一看 不急 熟成熟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好了 我们不把全是写完 因为时间问题 我们只写这么两行字 大家看一看 这种字体啊 可以有大有小 但是不可以参差过大 就是可以大一点小一点 参差太严重 就显得不庄重 所以大家看 上字写得很小 一字写得很短 刃子写得很重 山字写得又小 但是大体上看 它是一个规模的 不能够差异太大 学书过分就不好 因此大家看到 黄河远上白云间 它具有楷书的基本成分 它有形书的笔 所以大家看到 和字的时候 我给大家再写一遍 看一看 这个和字它的写法 就是说在 新楷的阶段当中 也可有很多的写法 比如说 我刚才写的这种 这本来基本是新书 但是呢 由于它的点化呢 很有楷意 所以呢 它又称之为秦楷 那么再看 比如说 这样写 那么这基本属于就是 凯行那个阶段 我们也把它称之心凯 那这些也可以 所以在写这些字的时候呢 大家看到呢 比如说 也可轻点 可重点 比如写白字 写的笔画这么重 云子可写轻一点 表示行书的那种 活泼生动 但是这种书体 难就难以 你在凯书当中 必须有基础 我之所以说 金人越来越 很少写这种书体了 原因就是金人 他不在凯书当中 去下硬功夫 而总是在行书草书当中 找一些所谓的创新 找一些个人的风格 一旦用凯书要求你的时候 就感觉到图穷必现 因此凯书不好的人 他不可能写好 星凯这种过渡性的书体 所以在写起来的时候 感到很吃力 因此人们渐渐渐渐的离开 这个凯书的这个 这种过渡性的书体 实际上我建议大家 在你凯书和新书有基础之后 务必把新凯这个过程要写好 其实啊 有的人凯书写得不错 新书写得不错 但是一旦到凯新 或者新凯这个阶段的时候 就觉得力不从心 为什么呢 在这方面 还得要下一点功夫 那么我们最后呢 再向大家演示几个字 我索性就把这首诗写完 强敌何须怨阳流 顺便向大家说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字 是敌 敌的一个一体字 就是平常大家知道 吹敌字的敌字的 一个一体字 就是认识它一下就可以了 再把这几个字 有的写过的 枪敌何须怨阳流 有谁写远笔 远笔就是说 这也是新凯 比如说 我们平常写的这个笛子 这样写 这是远笔很多 那么加点方笔 我觉得更好 比如说 这样写 点画挺硬一点 比如这个须字 就不可以这样写 就是它 不能这样写 这样写的纯形书 何须怨阳流 我们说这柳子 可以这些 强敌何须怨阳流 春风不渡 春风不渡 玉门关 大家看见 风子 又像行书 又像楷书 可能转发 artists 好的,今天关于秦凯这个过渡性的书体,就暂时向大家介绍这么多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一字 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个钱字 这个钱就是金钱的钱 我们先用凯书演示一下这个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看,这就是这个钱字在背帖当中常见的一种写法 按理说呢,它不像这个规范的繁体字那样写 规范的繁体字呢,应该是这样写 这两边呢,应该这边还有个点 我们写一边给大家看一下 等于这边两个都是写了两个格子 所不同的是,这边又点一个点 在背帖当中呢,还有一种这个写法呢,也是最常见的 就是两个格子的处理上 有很大的不同 注意看 这笔出头也可以 在古背帖当中 这笔直接横插在顶端上面那一横的上端出现也可以 先说这个地方 写的很短 这个皮也很短 就是看 很短 在这地方点了一个点 这一横呢 探出上面那格子的底线 然后这一笔 再下方出来 再加一片 右旁不再点点 这种写法是最常见 我们再向大家介绍 还有一种写法 嘴边的金字旁 没有区别 对竖笔 探出上端的一横也没关系 不出来也是对 但是规范写法是不探出来 这上边直接写个犬子 然后下边继续写一个格子 或点点或不点点 都是可以的 我们现在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两个格子的 仅下端这个格子的最后这个条沟 我们单写的右半侧 大家看一看 这些横法调过来 直接跃出了上面格子的底线 看这一笔 起钩是怎么一个过程 这样 收笔 往回挥风 往上起 是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这样一个笔画 使很多的初学朋友 感到头疼 怎么出不来呢 实际上难度不是很大 我们把这笔写完 注意这个片 这个片 这一端 是这样一个斜式 是半藏 如果这样写就不行 注意看 这个角度不行 应该是这个角度的 所以在写楷书当中 特别注意 五管 欧颜柳照 都是这样的片 而不能 是这种 带尖的这种虚片 不能是这样的 所以在这笔写完之后 注意看 是半藏 也就是这样一角度 而不是这样一角度 它是更斜坡型 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签字的最后 格字的这一笔 以前虽然 屡次讲到这个字 但是这一笔 还有朋友们 总感到为难 就是这样 它是有一个逆错过程 我再写慢一点 给大家看 但是慢一点 效果不好在哪里 因为宣纸和墨之间 它就发生阴湿 大家会看不清楚 但是尽管这样 我们还是写慢一点 我边说边写 大家注意看 到这儿 这是第一个阶段 写到这儿的时候 往下塌一下这个笔 注意看这一笔 到这儿往下塌一下 到这种程度 然后向回徽丰 这不到这儿吗 徽丰 转回来 起这个勾 这笔容易完成 上面你看这儿 已经到这儿了 只要这个笔往上一挑 这个勾都完成 大家看了好像最后 这个玄妙点 是在最后起勾的地方 实际上我告诉大家 关键是前边的 这个主干要写好 主干写成功了 后边这勾的问题 就好解决 也就说 大家看 主要是前面 这个位置上 这儿 要写成功 这一块不成功 这勾挑多好 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比如前面这都是弯的 那后这勾起什么作用 因此告诉大家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因为带这个 葛钩的这种笔法 非常之多 所以大家在写起来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笔完成 这种笔法完成了 比如说 风 就是风雨 风云的风 或者是什么这个 心字 壁字 这类的勾都大同小异 如果你好解决 如果这一个类型 你解决不了 在笔画上 你不能过关 你就空谈结构 我总是这样说 就像人穿衣服一样 你的布料不好 做得多么合体 这么样的 这么时髦 都是没意义的 反过来说也是一样 如果你这个布料都好 你的衣服 试样不好 不合体 等等 这就结构问题 当然也不行 因此这二者不可偏废 但是点化 是第一要素 点化不好 后面都无从看起 先把点化问题解决 所以 当你要解决 这些问题的时候 需要时间 你不会恍然大悟的 只要是见物 一点一点的 慢慢弄动了 这主要是依靠实践 多写 多练 多灵贴 细心灵贴 才能解决 尽管这些话 都是老生常谈 然而 我们当教师的出身的人 都有一个婆婆嘴 必然是唠叨不止 好 我们下面写下这个字 情书的写法 这个葛工 企业可 不企业可 大家看一下 可以点个点 又可以不点 又可以只点一个点 那构起来又怎么样呢 也没有关系 所以 在新书当中 具有它的 随意性 但是有一条 必须告诉大家 不管是写新书 还是写楷书 这两个格子 上边这个是 绝对不许起勾的 比如说这样起 上边这个起来了 这个勾起来了 下面又一个勾起来了 这在书法上是个避讳 不仅是立书 在楷书上也反对 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一二不重飞 就雁 都能两个椅子 写立书 写的二 上边这横 必须不能起来 这个波折 下面这起 如果说 上面这也起来 下面这也起来 就显得重复 这当然是不可用的 因此 在楷书当中 也是这样 不能有两个纳笔 不能在格构当中 有两个同时都挑起来 这是应该 必会重复的一个问题 所谓一二不除非 是指的 在书法方面 楷书 乃至兴书 草书 历书 都是如此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前字的 左边金字旁的 另一种写法 这个金字旁 变成了这样写 好的 我们下面写一写 这个字的草书 先看看草书的金字旁 以前讲过 我们还需要再重复 大体是这样的 再看一下 是这样 完整的写 这是前字草书当中 一个规范的写法 除了这本金字旁之外 大家注意看 是这样 慢一点 然后这点一点 古人有时候点这个点的 实话 很技巧 他一下点两个 怎么叫点两个点呢 大家看 他在这个地方 用了一个小的笔法 比如草书这样 转过来 他这样 你看 这稍稍一歪 这是两个点 他不能在这个旁边 这样点 如果这样点的话 比如这样点 弄不好 给别人感觉 这字可能写错了 因为写错的字 旁边要点两个点 所以在旁边 直接点两个点 他没有 但他用这种笔法 大家看 这是一个点 这是两个点 他用的是这样 再看 稍稍这么一歪 所以这个字出来 就很技巧 然后最后再给大家 再演示一下 这个签字的 这个草书写法 还可以 不用 再拐那个弯 直接过来 而且这个右边 也可以不加点 不加点也是对 再看一遍 好的朋友们 关于前字的 凯兴草三种写法 今天暂时介绍到这里 我们就会看 一个小型小型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